提到精彩节目 当然要来看一下由全球素食店龙头 麦当劳冠名赞助的2015年 东森新人网歌唱大赛 在来自全美各地数百位的歌唱好手 分别通过了旧金山 纽约还有洛杉矶区比赛之后 最后只留下了12位歌唱好手 才能够进入这个周六 也就是8月22号的全美总决赛 要来抢夺1万美元的冠军奖金 到底谁可以挺到最后一刻呢 马上带观众朋友一块来看今天的新人网快报 东森新人网等你来趁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人网快报 那么经过前面几集呢 我们一路介绍许多的好手 包括旧金山以及纽约之后 大家是不是很担心 接下来洛杉矶的好手呢 可能没有办法拿到1万美元的奖金 其实不用担心哦 因为他们个个呢 可说是卧虎藏龙哦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童话 那么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其实童话不只有较好的面貌 而且呢 他的歌声呢非常的轻哦柔哦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在跟杨博涵哦 也就是他的导师一起对唱的时候 哇 这个舞台经验的展现 真的是没有话说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他当时的精彩表现 那不只有童话之外 其实呢 大家印象深刻的 还有一位嘻哈好手 没有错 他就是曾国瑞 他今年才25岁 是水瓶座 而且呢 他呢 就是有个帅帅气气的 美国华人的面孔哦 所以呢 他在舞台上表现呢 也同时呢 让所有的评审跟观众 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他的精彩表现 我们谈到前面两位好手呢 其实他们都是硬底子哦 不过呢 新人王当然不是只有看底子跟功力啊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看他的潜力哦 那么到底潜力最大 是哪位好手的观众 你还有印象吗 没有错 他就是我们的雨昕霓哦 因为呢 他每一次比赛呢 可以说呢 评审呢 都有看到他进步的地方 而且呢 他最厉害的是 他能够唱杯歌哦 这个杯的 甚至让人家深情流露哦 因此我们来回顾一下 雨昕霓的精彩表现 除了那么多特色好手之外呢 其实这一次的新人王哦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 还有一位呢 他常常唱台语歌 而且他的台语歌 真的是唱到让人家 哦 很感动啊 很感动啦 他到底是谁 没有错 他就是我们的主招拳哦 那么虽然呢 他在最后上一次呢 LA的决赛的时候呢 有小小的失误 他自己呢 都觉得很不满意哦 不过他也承认 那是他练习不够 因此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他当时的表现 你就可以知道 他如果真的准备好的话 哦 可是不一样的实力哦 一起来看 这么实力坚强 好手及这么好听的歌曲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机会听现场呢 答案是有的 您只要呢 在8月22号 周六比赛之前呢 打电话到我们东森美洲台 电话是626-581-8899 您就有机会 拿到这张票在现场 为什么要在现场拿呢 因为呢 他上面有抽奖券 这抽奖券呢 就是让你有机会呢 可以抽到4K大电视 我们在现场抽出一台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音乐总监陈以通呢 也会在现场演唱他 全球发行的新单曲 叫做Black Check空白支票 所以呢 有好听的音乐 还有奖品可以拿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新人王快报 动森新人王 等你